高天明给跑了 那陈建兴呢 事后了解才知道 原来当天陈建兴 他没有跟着一块去 他是坐在槟榔餐旁边 看到电视新闻实况转播 武昌街发生了枪战了 他才知道林春生 他们举相自尽了 他后来想办法 联络上了高天明 两个人还能够逃去哪里呢 原本要偷渡出去的计划被打断了 到处都是他们照片的茶器专刊 怎么逃得过专业小组 布下的天罗地网呢 难道要画一张脸吗 而高天明他就是从好莱坞 电影变脸得到的灵感吗 我们看到在1997年10月23号这一天 他和陈建兴走进了 位在台北市螺丝腹路上的 这一家方宝方诊所 他们要做什么 今天下午5点58分 警方接获一名女清洁工报案指出 这栋位于螺丝腹路一段 方诊型外科内发现尸体 方宝方是整个人 是贪坐在那里 老婆就是里面那个助理 也是死在那个祖书台旁边 那里面那个护士是被拖到浴室里面 就是头都是行刑式枪决 他说我看过最冷酷无情 当年方宝方的命案 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没心中枪 或是心臟中枪 一枪毙面 我们拿着那个所有的工具 去请教了整形外科的医生说 请问这样的工具 是做什么样的手术 我们当初以为是变脸 有一个电影不是变脸吗 医生手套上有血迹 加上手术台的灯亮着 照射部位就在头部 现场遗留沾写棉球跟缝线 警方研判 医师才刚动了手术 上面就留下 你看缝和的这个线等等 上面就有血迹 当时大街小巷 贴满白岸三弦照片的茶器专刊 高天明看了外国电影 变脸 起了歪脑筋 想要整容 在杂志分类广告上 找寻目标 本来选定一间中山北部上的诊所 但勘察时狗狂吠打草惊蛇 所罢 后来挑上方整形诊所 看准的是中午有休息时间空档 两人决定趁机进入犯案 先假装咨询整形手术 再挟持医生和医生太太及护士 逼迫他们替高天明动手术 他是很深的双眼皮 割开以后风儿成为单眼皮 就杀了三个人 我想说这也未免实在是太残忍 当时高天明计划逃往海外 整容后大可一走了之 他却一个国口都不留 陈静兴在书中强调 他不赞成高天明杀人灭口 但不想跟他闹翻 只好配合 明明陈静兴可以选择拒绝 他却说得无可奈何一般 大家已经把陈静兴变成魔化 要魔化 觉得说这也难的是杀人不眨眼 他就是一被遇到就是死入一条 他们一直犯案一直犯案 而且警方不太太行动 抓都抓不到 而且他们拥有强大活力 而且他肚子几乎都是 不是受到严重的凝虐 就是被杀害的 而且故事正直越是期间 陈静兴居然不放过他 照样对他承受欲 甚至行刑式枪杀 泯灭人性 今天一个人在逃亡过程之中 随时会被警察遭遇 找到枪战 甚至就当场死亡 所以他几乎过得没有明天的日子 所以他能够尽情在信上面 能够得到他心里面 弥补他心里面所需要那一块 事实上 曾进行逃亡期间 像是一头野兽 压力越大越管不住 受力冲动 尤其是在他的同口连轻生 被枪毙之后 一个礼拜联系犯身 九件性侵案案 生计有案的是 有19起性侵案件 那年龄最小的13岁 最大的竟然到超过60岁 他也大概知道 可能他迟早也会被抓了 那压力更大了 那时间也有限了 所以他就是会密集地去寻找对象 高天明跟林轻生一直警告 陈建兴说 你不要常常出去 让你的行踪曝光 因为他每次犯了这些 这些性侵害案件的话 他的行踪很容易就曝光